有的人说,一夫一妻好,但是有的地方,他就不适用 你看脏子为什么会出现一妻多妻,一夫多妻 你比如说,一夫多妻,妻子家很穷,帐家比较好 他还不要外人,姐姐妹妹一起嫁 那有的穷的呢,他就反过来,一妻多妻 那在我们汉人肯定是无法介绍,但是在他们当地呢 就是男人家实在穷,那就几个家,就有些喜欢 那可能我们之前最早的母戏时候也曾这样来过 包括之前我们追究的什么队友婚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传了很多 所以这个,就适应各种地方的习俗 有的好,我们可以吸取,不好的 那你现在我们就是一夫一妻 那你说,社会好吗?安定吗?一定是这样就对吗? 我们有的人说,比如说鸳鸯,这些啊 其实这些动物里面,也是各有各的道 鸳鸯并不是说,一辈子就一个 这个,其实大雁,他反而是 那我们倒遵循这个雁,雁首这个真鱼 使之不渝,他就是这种大雁一辈子就一个配合 但如果没了,他没了 那在,在这个人类到底是怎么样适用 其实我们一直在摸索,在不同的环境 其实,你要说人的欲望呢,是无限 怎么样更合适,在一个适当的情况下 那这个... 那这个... 那羊呢,这个男人,雄性,最小的 他是... 非常争斗 你看这个游戏 这个,如果是在中国,千年以后 如果是,谁的这个妻子 谁的另一半 女性,如果是越过 那这个,肯定是受不了 但是,男人呢,反倒就是 这些自古的 是习俗啊,是怎么样 他就...没怎么样 因为自古就这样 但是现在,他这个女性地位崛起了 他...开始 就是强调怎么对 但是现在你看,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 很奇怪 那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也做个参考 当然肯定不是 单独这个原因 那就有很多问题了 真的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 西方的... 这个...性解放 改革开放当然好 但是这个性开放 包括这些... 这个男女的工具 那这个一出现,很麻烦 那现在这个社会问题 你看这个... 有的... 就是孩子出来是谁的 不知道 然后... 是不是很麻烦 这个就是最麻烦 最头疼的 没办法 婚也结了 才礼也给 是吧 那那时候为什么给彩礼呢 其实... 最早就是说女性 这个... 什么事儿... 婚后就要依着丈夫 三从四则嘛 这个时候... 她就是... 娘娘的事儿... 大体上... 很少管 我娶... 我是付出了 那我对你的照顾 以后呢... 那当然现在女性工作了 她自己又能独立了 但是家谁管 这个男人让她照顾家 她不擅长 所以... 你说怎么办 那女性如果是... 在外面真的行 那男的不行 那这个男人... 就古话讲... 这个... 叫这个... 低头汗 她这一味道就受委屈 啊... 其实... 女人... 女强人... 她只能找小男人 因为她这个相对的一样 她自然这种互相吸引 那即便这样... 啊... 这个女性老在外面抛她露面 她划着招展 因为女性... 她一开放 那男的... 就更随便了嘛 那轻易就得手了嘛 她就无所谓...